台中有一位理性民众上完夜班回家喝酒 嫌母亲对他碎碎念 居然情绪失控拿着菜刀挥舞 并且到阳台打开瓦斯企图引爆 警方和消防队员到场破门之后用水柱将他击倒才把他制服 情绪失控的理性民众在二楼阳台 拖了两瓶瓦斯桶放在窗台上 并且打开气嘴企图引爆 消防队员为了降低瓦斯浓度并且防范附近的火花 向二楼洒水却引发这位民众的不满 这名理性民众在上完夜班回家之后喝啤酒解渴 却没想到被母亲念了两句 突然情绪失控拿着菜刀到处挥舞 警方获报到现场之后用网枪企图制服他 但是网子却被理性民众手上的菜刀割破 他跑上二楼和园警以及消防队员对峙 在二楼一直炮箱 然后扔砖头跟一些杂物下来 要攻击我们这样子 然后把瓦斯桶搬到阳台 远警和消防队员破门进入屋内 并且用强力水柱将理性民众击倒 才将他压倒在地 结束了这场闹剧 不过去 不过去 对